你 爸 我怎么喝那么多呀 撒 撒 撒开 这 童童 妈 对不起你 妈 妈 你为什么不要我了呢 妈 为什么呀 妈 为什么呀 妈 妈 童童 能不能跟我说说 家里边到底怎么了 我妈不要我了 童童 这怎么可能呢 阿姨 也许就是想出去散散心 可能没过几天就回来了呢 童童 就算阿姨不回来 你不是还有我的吗 从今天开始 我的妈妈 就是你的妈妈 看 什么呀 这个呀 是我妈妈亲手包的饺子 本来 我是想给你 带到学校去了 但是我怕凉了 所以就给你带到这儿来了 童童 你要是再哭的话 我可陪着你一块儿哭了啊 我不哭了 我才不要让你心疼呢 谁说我心疼你呢 我呀 我呀是心疼我妈包的这饺子 你说你流下来这么多眼泪 全滴到这盆里边了 我这饺子还怎么吃啊 你想歇死我呀 讨厌你 来 查一个 怎么样 好吃 我问你咸不咸 咸我也喜欢吃 走 什么呀 天鹅湖 你买到了 你交办我的事 哪件我没给你照办啊公主 我 我本来 是想买三张票的 你的 我的还有安雅的 可是我最近兜里边的钱不多了 所以 也就只够买两张 童童 要不这样吧 明天 你跟安雅两个人去 然后 我在门口等你吧 谢谢 谢谢 我跟安雅 一定会考下艺术学院的 你是不是觉得很荣幸啊 能给两个未来之星买票 我荣幸什么呀我 是不是现在觉得我这虎花实舍 在关键时刻 还有点作用啊 少臭美了 你撑死也就是个老彪 你这是什么表情啊 你这是笑啊还是哭啊 来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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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12 17 14 15 15 你刚 快给童童点点 他爱吃的 那什么 老板 你刚才那臭豆腐 麻烦你给炸臭点啊 好嘞 天哪 臭死我得了 谢谢你这段时间 能一直陪着我 咱们好姐妹说这干吗呀 有我的就有你的 你们俩还行不行啊 酸不酸啊 现不激动恨好吧 行 还是不行 你们在这儿吃呢 是啊 走 姐妹带你们去吃西餐 不用了 谢谢 我们就在这儿吃吧 挺好的 别跟姐妹客气啊 这是我表哥刚从美国回来 他请 得 不去算了 你们吃臭豆腐吧 拜拜 拜拜 哇 帅呆了 什么眼神啊 对 你们点着东西来了 都长成这样了 还帅呢 我是说车 我告诉你啊 明天我就去报考那个什么 酒店管理专业 等我毕业回来啊 我当那个星级国际酒店的总经理 得了吧 就你 等你要到那个时候 彤彤跳舞都跳不动了 这 怎么可能呢 彤彤你看 有我们俩 我们两个都考上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准备咱们庆祝 吃点好吃的吧 李刚 你看 我们两个都考上了 祝贺你们 你呢 你那个什么什么 酒店管理系怎么样了 那你是不是准备复读啊 复读 姐姐 你不如杀了我算了吧你 不过你们俩人不用为我担心 你们有大学上 我也一样有大学上 你不过来 我会把学生给我担心 什么意思呀 想知道啊 我呢 想报考社会关系学院 信吗 行了 不逗你们俩了啊 我想先找一份工作 因为我的梦想就是 希望能成为一名调酒师 但是我自身条件不太好 所以现在也只能半工半读 等将来有了钱 我一定会好好报一个学校 相信到那个时候 我一定会成为一名 出色的调酒师 你肯定是调酒师中最帅的一个 酒 酒 酒 你怎么不喝死呀 喝死算了 不是 这调酒师又不是酒鬼 你 这搜上楼看着还不错啊 嗯 好了 就送到这儿吧 现在刚开学楼上应该没人吧 走 我给你送上去 她是把你看见同宿舍的美女 上了 拿了 干吗 我们自己提上去就行了 不是 走啊呀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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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衣服我都给你放在柜子里面了 记得请收拾 把不穿的和脏的放在下面 下次我过来收拾 知道了 妈 说了多少遍了 小山 你可真幸福 你看你妈妈想得多丑到 就是 这两个孩子真懂事 好了 好了 我先走了 行 妈你快回去吧 再见 阿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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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缘分啊 你呢 哈哈 你们不知道我是你们的同学吧 为了庆祝我们的友情成为同班同学 还住在同一个寝室 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份分厚的大礼 而且每个人都有 表哥 快把礼物拿进来 快点 快事 什么东西啊 什么东西啊 这个给你 谢谢 谢谢 彤彤 这是给你的 这个是什么呀 这是一个玉琢子 这个我不能拿 太贵重了 你不要我可就扔了 别别别 我拿着 我收着 这是对了吗 表哥 我电脑呢 在这里 你们看 这电脑显示屏超大的 而且以后我们可以在宿舍里面 看电影上网呢 真的 太酷了 我最喜欢看电影了 是吗 改名 我让我表哥再给你们一天配个iPhone 太棒了 王童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也不告诉我医生你在哪儿 这是让我一顿好找 你又没有问我 这都是你同学吧 你们好 对了 我是买的吃的 你们大伙一块尝尝 给 谢谢 来 尝尝 还有了 还有了 给 给 这肠特别好吃 嗯 谢谢 冯冯 这给你收起来吧 要不 你们先聊吧 我就先走了 拜拜 拜拜 再见 拜拜 这什么呀 怎么吃啊 我比较喜欢吃 我能吃 刚才你是谁呀 长得还挺帅的 是吗 是我 是我表哥 是你表哥啊 真羡慕你们 每个人都有表哥 又疼又爱的 童童 原来你也有表哥啊 小山 要是想要表哥 改名我给你介绍一个 这还能介绍啊 这有什么不可能呢 现在都认干爹干娘了 你认个干哥哥就是了 这点不错 敢别认个帅帅的哥哥 待这些还有面子 没问题 好 童童 你昨天认的塑料袋里 的是什么呀 嗯 吃的 那你为什么要扔啊 李刚给我买的 什么泡面啊 火腿啊 我不想吃 我要减肥 童童 看你这两天 不高兴是不是跟李刚吵架了 没有 我跟他能吵什么架呀 那也是 李刚对你百依百顺的 那你为什么总是闷闷不乐呢 昨天你还叫他表哥呢 我想好了 等到我们军训结束以后 我们就去做兼职 半工半读 然后我们就可以搬出去住了 你觉得怎么样 兼职 有那么容易吗 那有什么难的 你放心 到时候你跟着我就行了 嗯 各位各位 今天是我表妹塞色 祝表妹塞色快乐 谢谢 谢谢 你怎么喝酒啊 我喝不了酒的 我给忘了 童童的不喝酒 我给他准备好了三点的饮料 服务员 把我准备好了三点饮料送上来 酒院吧 祝你生日快乐 怎么搞的你 对不起啊先生 怎么搞的 对不起 童童这不是你表哥吗 他怎么在这儿上班啊 对不起小姐 你认错人了 陈总 有 好久不见 有 这怎么搞的 我听说 你给朋友过生日啊 是 我特意来看看你 客气 听你的 混账东西 这点小事都做不好 你还不赶紧给陈总擦干净 算了 他也是不小心了呢 陈总 顾客就是上帝 这是我们这儿的规矩 我说什么 你没听见什么 我让你现在给陈总擦干净 我看你连规矩都忘了 咱们这儿是这么给客人服务的吗 跪下 我让你现在就跪下 给他擦干净 行 贾总 过了啊 现在我们集团和你们公司 都是一家人了 我也是一分子啊 都是自己人 算了 陈总 还是您宽宏大量 行 现在这样 看尹老板的面子 这事就过去 你还不敬陈总一杯酒 跟陈总赔个不是 陈总 对不起啊 没事 等等 真的 陈总的酒敬满了 各位美女的酒还没有敬过 特别是这位美女 小总 这位美女不喝酒 这杯我干了 去吧 这位美女都要是 这位美女都嫌弃了 但你们来出汗吧 你怎么这么这么这个 这位美女都没饿了 以后手才能饿它 但你才会把你放 something 在她的这趟里 也会我拿来 是不是 尽快吃呢 要大大 你这夏氏 早点 你这次要去吧 你怎么做 你很喜欢我 有什么地方 走 服务员 给我垂垂背 我说你了 这不是要钱吗 来 给你钱 我挺牛的嘛 所长呢 多大的有关哪 怎么的 给你钱 还敢打我 对不起 先走了 彤彤 我能够这样称呼你吗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那不是刚才那个生日派对开始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相互介绍过吗 有吗 有啊 你看我这计较 那真不好意思 我忘记您的尊姓大名了 没关系 我叫尹辉 尹老板 不好意思刚才 不要这么客气 以后啊我们可能会很长时间都在一块 你叫我阿辉就可以了 怎么还是不太开心 没有啊 还没有呢 都写在你眼睛里了 是吧 这样吧 我可以献首歌给你吗 可以吗 古有 魏伯美人笑 烽火戏诸侯 金勇引辉我保随自荐 登台献歌 为的就是魏伯 我眼前这位 忧郁而可爱的童童小姐 展颜一笑 好 现在赶走了忧郁的童童小姐 只剩下可爱了 那么接下来 我将把一首《爱之无奈》 献给你 希望你能够喜欢 开心 爱 已经不再想 再出不了 快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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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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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咱们再喝一个啊 干了 换头 原来欣欣欣� awards 为什么一直不接我电话 刚才跟你在一起的 那个胖子是谁啊 我问你话呢 你凭什么管我 你不嫌丢人啊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我在这儿怎么了 我在这里边挣钱 我挣的每一分钱 都是光明正大的 黄彤 现在好像是我在问你了 为什么一直不接我的电话 你凭什么管我 我怎么就不能管你了 彤彤 干吗呢 大家都得切生日蛋糕呢 你还要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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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直在吃饭 你还要吃饭 我可以吃饭 你不要吃饭 你怎么样 你会吃饭 你什么好 你自己嫌多一点 你怎么再吃饭 你这么快 你不能吃饭 你这么快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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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了 你怎么了 陪我出去走走吧 走 走 阿雅 你怎么了 我妈病了 那你赶快请下去医院呀 现在护理倒是不要我 现在就差钱 所以一直安排不下来住院的日子 差多少钱 两万 两万 那我们赶快想办法凑吧 我们学生哪有那么多钱 阿雅 你别哭嘛 你放心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我会帮你的 嗯 对了 手术费什么时候要 就这两天呀 喂 你好哪位 是王小姐吗 我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我 我们在夜总会见过 我是夜总会的总经理贾德明 哦 贾总啊 您怎么会有我的电话呢 我想得到美女的电话 那可是非常容易的事 是这样 我这次找王小姐 主要是想谈一下合作的事情 合作 我们有什么能合作的 上次我在夜总会 看到王小姐的舞跳得非常地棒 而且人也长得漂亮 所以我想如果王小姐 能够来我们夜总会 那我们整个夜总会 是彭壁生辉啊 这样 月薪一万 王小姐能否考虑一下 嗯 这样吧 我考虑一下 然后我晚点回给你 好的 那我就静候佳音了 嗯 哎呀 想有办法了 有个夜总会找我跳舞 月薪一万呢 是您说的 李刚的那个夜总会吗 那个地方不适合你 太乱了 再说 每天晚上查房怎么办啊 哎呀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是你帮助我的 现在你有困难了 我一定会帮你的 你放心 我有办法 喂 贾总 你好 我是王头 嗯 您刚才跟我说的事 我考虑了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您能不能 先支付我三个月的月薪 谢谢贾总 那我明天一定会准时到的 解决了 走 的话 等着 走 吧 我 你看我 你不听过 走 谢谢 你 我 啊 你是我 谁做的就是我 王统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这里边太乱了 它不适合你 我说了我的事情不用你管 你看看现在几点了 你现在不回学校 你还怎么回去 来来来 我送你回去 李刚 你别闹 放开我 有完没完 听话 放开 王统 尹老板 贾总说 你专职到这儿来领回来了 今天第一场是吧 我今天来特意给你捧场 还想和你揉我 我这一身轻装啊 谢谢尹老板 万众期待 一定成功 怎么样 准备好了吗 好 那咱们走吧 可能 我该等到小外灵 你这样不要弄 不ahu Deixa 走 怎麼樣 李哥 我招的这几个美女不错吧 我跟你说啊 好几个大客户 都是冲他们 来换咱们的厂子 咱们这个厂子 真是要火了呀 对不起 银总 这里边是女人工更衣室 你好像不太方便进去吧 你这个经理心操得够大的 累不累 彤彤 甩跟她骡骡 换衣服下 我在外面等你 李刚想干什么 我去找你 冲冬 放我瞧眼睛 别在这儿跳舞了 别在这儿干了 行吗 我告诉你 我的事不用你管 你是你 我是我 再说你现在不生经理了吗 你管我干什么呀 你问我干吗要管你 从小到大除了你爸你妈 还谁在管你 是不是我在管你 今天第一天上班 我希望你不要搅局好不好 你回来 你跟我说实话 你是不是缺钱了 你要是缺钱 我现在就可以给你 我现在有很多很多的钱 我都可以给你 我告诉你 我不缺钱 我来这里不只是为了挣钱 我也是为了锻炼我自己 你锻炼个屁 这里边有什么 值得你锻炼的 你瞧这刚才那些人 看你都是什么眼神 爱什么眼神 什么眼神 跟你没关系 跟我没关系 是吗 好 你难道不在乎 你学校的同学 跟老师是怎么看你吗 王瞳 你还要脸吗 你说什么呢 我怎么不要脸了 我在这里 靠我自己的本事正向 我有什么不要脸的 你要脸就穿成现在这样啊 就穿 穿这个 活像一个小太妹 我今天就把话跟你讲清楚了 以前你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 但是现在 我希望你照顾好你自己就行了 你自己的朋友 我打小说 你是不是 我自己的 有点别的了吗 李刚 我们现在 都是成年人了 我希望你能够 成熟一点 你放开我 放开 林总正在那等你 你还不快去哪 还有你 做你应该做的事去 你陪我去哪 我李太 你不想起来 你不想起来 adolescence 我还不想起来 你也不想起来 我们更多的 你认可 跑的 你也不想起来 你不想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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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彤彤 太谢谢你了 我一定会还你的 说什么你啊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别跟我客气 太险了 刚刚宿舍管理员来了两次 说你一点都再不回来 就要记大过了 幸亏你回来了 你怎么请假的呀 我就跟学校说呀 我爸晚上需要后利 然后他们就给我嫁了 这样都行 太厉害了 行了 别瘦了 赶快睡吧啊 嗯 贾总 彤彤来了 来来来 快坐 辛苦你了啊 上次我给你的钱 你是不是用完了 贾总 您放心 我一定会干够三个月的 我看你是没理解我的意思 我相信你能干够三个月 但是我觉得 你好像手头很紧 所以 我想让你给你找一份工作 月薪再加一万 什么工作呀 你看我这个人啊 平时特别忙 家里的事没有时间打理 花呀 鸟呀 饿死的饿死 冻死的冻死 所以我想 请一个像你这样的秘书 不知道彤彤 肯不肯赏美啊 真不好意思 贾总 您看 我白天还要上学 晚上又不能太晚回去 再说了 我男朋友 也不想让我太累了 男朋友 我见过吗 您见过 是尹辉 尹辉 尹老板呀 这可真是个好消息啊 真是给我一个大惊喜 贾总 您说的 帮您照顾日常事务 就是 卫卫鸟 叫叫花 那当然了 我家的花呀 鸟儿太可怜了 但是交给别人呀 我心里确实不踏实 但既然这样 那就算了吧 我这儿倒有个合适的人选 我有一个同学 他妈妈病了 也急着用钱 要不我给他打个电话吧 那我就得问一下你 你的同学 有你温柔细心吗 贾总您就放心吧 他可比我细心多了 而且比我漂亮 是吗 那我真是有幸去见一下呀 这样 你明天就带他来我的办公室 他的时间 我理解 你们都是学生嘛 时间上比较紧 如果他真的适合 工作时间 我可以给他调整 真的 那太谢谢贾总了 不客气 那我明天就带他过来 好 一言为定啊 那我先去跳舞了 去吧 不好意思啊 这杯我喝过 来 喝这杯 那我先出去了 嗯 好 忙去吧 可惜了 可惜了 对了 阿姨的病怎么样了 需要钱吗还 我可不敢再要你的钱了 我怕还不上 谁让你要我的钱了 我这次是让你自己去挣钱 赚钱 我可不去叶总会 我害怕 不是叶总会 我们老板 他们家养了很多花花草草的 嗯 可能是他平时太忙了 没时间照顾 所以他想请一个秘书 帮他照顾一下 月薪 一万 一万 那么多 还不如请保姆呢 那都划算啊 这个嘛 谁知道呀 可能他们有钱人比较挑剔法 怕把那些鸟啊 花啊 都给吓死了 再说保姆哪有你这个大美人美啊 说得倒挺好听的 美名其约是说找秘书 其实就是保姆 嗯 嗯 那我去吧 那我去吧 去吧 也好 就是 你 看看 那你 这 看